好了,現在就來玩一下Pocket MMO的一些活動 在一段時間,他會在一些地區隨機出一些NPC 這裡就有一隻 這一隻就是一隻南瓜小孩 不是南瓜小孩,這個叫做南瓜燈的東西 南瓜燈就會變成三打三的對戰 打這些南瓜燈就會獲得一個特製糖果 稍後給大家看看 好,當你打完之後,你就會獲得一個特製糖果 那特製糖果有什麼用呢? 那特製糖果呢,其實就是一來就可以拿去買 第二樣可以用的就是去打這個南瓜王 它會是一個門票的 只要你給一個特製糖果去,就會觸發打南瓜王的BOSS對戰 那南瓜王呢,打贏了就會掉到南瓜王禮盒 跟之前一些小活動一樣 禮盒裡面就有一些時裝 但是有什麼時裝呢,就暫時不知道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活動 好,剛才也說過 因為這些南瓜燈的NPC 它在每個地區都會有的 所以其實就五個地區都會有的 那這裡我們打第二個,滿金士這個 一樣,打完這個南瓜燈 就要再次獲得這個特製糖果 也只是一顆而已 有些人可能會問 咦,那我怎麼知道哪些地區,哪些城鎮有得打 那...主要其實都是看全服這裡 在這裡就會有人報點 那報點就去看 看完之後就去這個地方打 那通常暫時已知的就是... 好像是30分鐘就會刷身一次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還未經證實的 我只是看其他人說的 暫時不知道是不是 好,那第二個活動內容 就是打一些小孩 就是這個活動的小孩 那你打他就會獲得一些... 萬聖節糖果 那這個糖果就不同特製糖果 好,那當你打完這個NPC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個萬聖節糖果 這個萬聖節糖果就是這一顆 就不可以交易的 但是這顆萬聖節糖果 當你收集了五顆之後 可以換這個萬聖節禮袋 這個萬聖節禮袋 暫時在賣... 3萬元 其實都幾多 那裡面有些什麼呢 其實主要都是一些時裝 都是時裝的 不過這個可能是比較便宜的時裝 因為有南瓜王禮盒 南瓜王禮盒就是這個活動中 最大最大的禮包 應該就只有這兩個禮袋 一個就是萬聖節禮袋 一個就是南瓜王禮袋 這個南瓜王禮袋 2023年的 OK 那除了剛才說的兩個NPC 可以打到一些糖果之外 還有一個是捉一個鬼火精靈的活動 但是那個活動就好像很普通 我遲些有空再研究一下 現在就說一些最重點最重點的活動內容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好像有 intensely week 跟沒有 skip